剑客眼看贝小乔 对一旁松树飞速笔画击刀 松树看似纹丝未动 谁知剑客轻轻一推 碗口出的树干便断掉 刀刃滑过的地方 已被剑气切成数个薄片 乔夫连连称赞 但你可知 要想打败天魔旗舰 必须使用护龙宝刀 今天带来一部经典武侠电影 铁罗汉 这个男人名为小天尊 一年前还只是个小小的采花大盗 纵横乡里无恶不作 这次又看中了 十里居饭店老板的女儿 眼看就要被小天尊得逞 青红大侠恰好在此借宿 他手持天母旗舰挺身而出 一张就制服了这个小喽喽 但心思手软没有杀他 只是在他胸口画下十字 以示警示 却不想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多年以后 小天尊不但没有改邪归正 反而一边苦练武功 一边变本加厉 到处祸害妇女 可这时的青红大侠已经身患重病 眼看报处的时机已到 这天他带着两个女儿走在路上 结果遇上了小天尊的佛迹 青红大侠垂垂老矣 已不是小天尊的对手 结果身受重伤 他后悔不已 可已然无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女儿被小天尊残开 天魔旗舰还被小天尊夺了去 小天尊知道青红大侠坐下有十八大弟子 为了涌出后患 便堵在了他们赶来的路上 已决天魔旗舰将他们打烂 天魔旗舰见其无敌 凡被刺伤者都会身中剧毒 血液发黑 失去战斗力 除了二徒弟罗汉 因故未盗 其他十七个弟子均身中剧毒 密不久矣 小天尊心肠歹毒 连自我了断的机会都不给他们 幸好内密烧好的大师兄和三师弟 趁机逃了出来 立即去找武功最好的二师弟罗汉保险 而与此同时 罗汉也姗姗来迟 大师兄远远看见罗汉 却因为重伤发不出身影 于是他抽刀刺向自己 剧痛之下 他终于喊了出来 也引来了罗汉 三师弟则告诉罗汉 师父和满门师兄弟 是被金城的小天尊涂害 之后就离了盒饭 罗汉听后愤恨到了极点 直奔金城 寻找小天尊报仇 而与此同时 小天尊却来到了之前 瘦汉的十里区饭店 得意的告诉客栈的老板 你们的大恩人青红大侠 连同十七位弟子 已经被我满门涂展 现在只剩一个二徒弟 我要在此等候 当着你的面手刃了他 客栈的老板听后悲痛不已 脸上却没有表露丝毫 平静的继续招待小天尊 暗地里却安顿好他的家人 之后自己独自一人去找罗汉 让他躲一躲 结果正巧就遇到了罗汉 他将小天尊埋伏在店的事告诉了他 还劝他尽快离开 因为小天尊如今手持天魔旗舰 无人能敌 只有护龙宝刀能与之一战 要想报仇必须先找到护龙宝刀 可罗汉已然怒发冲冠 哪有心思去找护龙宝刀 而是不顾劝阻直奔客栈 却不想小天尊阴险狡诈 他早已了结了客栈老板一家 还伪装成客栈老板的侄子告诉罗汉 小天尊已经走了 罗汉因此错过了两斤 而小天尊之所以这么做 是野心使然 他想通过罗汉的手 找到护龙宝刀 然后再杀了罗汉 天魔旗舰护龙宝刀在手 他便成为了天下地医 接下来的日子里 罗汉边一边寻找宝刀 一边打探小天尊的消息 可反变了所有的铁匠铺 即使最好的一把刀 罗汉只用手指就轻松断断了 最终一个铁匠告诉他 你去孙涛山找何大元 他有一把很厉害的宝刀 于是罗汉便来到了何大元住处 借来了宝刀 他将刀握在手中 随便挥了几下 松鼠 已被剑气切成数个薄片 可这仍不是罗汉向王的宝刀 根本就对付不了天魔旗舰 何大元知道了罗汉的用意 便告诉罗汉 所谓护龙刀 正是为保护真龙天子所住 此时应该是在皇宫里面 罗汉受到点拨大喜 便拜别何大元 路上他来到一家客栈喝茶 却意外和一伙强盗起了冲突 罗汉虽然轻松打赢 但强盗却纠缠不休 打斗中还波及了一位老太婆 罗汉收拾完强盗 便把老太婆送回家 认识了老太婆的女儿母丹 之后罗汉准备去请忙中 可那强盗又带着人来找罗汉 这次他们的人数更多 原来他们都是巨鹰标局的人 而所谓标局 实地里就是个土匪窝 上百号强盗围住了罗汉 依然不是罗汉的对手 很快整个巨鹰标局都被打败 可他们又叫来了盟友 金牛王和罪眼师 几招以后 他们自知不是对手 就慌忙离开了 可刚才的打斗过程 都被一个老头看在眼里 从牡丹的口里得知 这个老头是陈伯 是他多年的老邻居 为人不错 陈伯从招数上看出 他就是故人青红大侠的统帝 又从罗汉口中 得知了小天尊的事 于是他告诉罗汉 当年的护龙宝刀被一个御前侍卫带走了 此人名为王琪 至今下楼不明 而护龙宝刀更是再无人见过 罗汉并没有放弃 而是只身继续寻找 这天他又撞见罪眼师一群人 他爬到房地窦里 得知他们在密谋绑走牡丹 威胁罗汉 于是罗汉急忙回到牡丹家 可还是晚来了一步 原来牡丹已经被罪眼师带走 陈伯告诉罗汉 罪眼师眼下已经带着牡丹离开清晨了 罗汉听后便和陈伯去找了人 罗汉这才发现 原来陈伯是一个隐藏已久的武林高手 而此时的金牛王也赶了过来 他让手下围攻罗汉 罗汉解决完一众敌人已经筋疲力尽 他冲出房间 却发现院子里出现更多的人 眼看时机一到 陈伯递给罗汉一把刀 罗汉拿着他便冲进了人群 却发现自己武功大增 再强的敌手也只需要一刀 很快就解决了所有敌人 他这才知道 原来这就是护伦宝刀 而陈伯就是王岐 而此时的牡丹已被小天尊带到城外的十里亭 罗汉手持护伦宝刀急不可耐赶了去 没想到小天尊顾忌重施 他看着罗汉快到了 立马挥剑刺向自己的手下 人自称实力区老板的侄子 路见不平就下了牡丹 罗汉并没有识破 小天尊眼看罗汉已经拿到护龙宝刀 便假意请罗汉拿出来 接他看看长长见识 就在这时 罗汉意外发现 倒地的那些人血都是黑的 再仔细看小天尊的胸口 竟然有一张十字的刀疤 当即识破对方就是小天尊 于是抽刀和他打了起来 小天尊阴险狡诈 又挟持牡丹做人质 之后便飞升来逃 罗汉紧跟其后 追到一座坟墓前 小天尊躲到了罗汉的盲区 情急之下 牡丹挣脱了小天尊 喊了一声罗汉 却因此被小天尊发了盒烦 罗汉看到这一幕 愤怒顿时引上心头 使出了十二分的武艺 几下子就把小天尊尿到 并在他的脸上 留下了一个大大小石子 用了师父的前车之鉴 罗汉并没有心思手软 当即了结小天尊 成功为师父和师兄弟们报仇了 故事到此结束